冲突发生之后 你去了哪儿 跑了 我想保证电脑的安全 从你消失 到你再次出现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想想想 我跑了以后 坤塔一直在追我 我想应该是为了电脑吧 我想保证电脑 落在他手上 所以拼命地跟他周旋 但是这过程当中 我摔了一跤 电脑就被他抢走了 他在那会儿呢 也没有我 所以他没有成功转捷 他恼羞成怒地想要杀了我 我拼命地跟他搏斗 最后他的刀不小心 刺到了自己的胸口 我命大 我活了 有事 可是泰国警方 在坤塔的尸体上 发现了可不止一处的刀刹 这是为什么 我多多时候 我不小心刺到他吧 我当时只顾着活命 我想不了那么多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看见过他的手机吗 没有 你不想一想再回答我吗 那你什么意思 我如果看见了 我为什么要不爱你 陈哲 我知道你当时很紧张 你再仔细想想 有没有可能 你当时看到 却又因为紧张过度 而忘了 我没看见我 就是没看见 你们到底是来询问我的 还是来审问我的吗 我好心好意来泰国 来救他欧阳 是因为他是欧瑞的弟弟 我差点把命我都赔在这儿 我该说的 彤彤跟泰国警方说过一遍了 你们如果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麻烦你们自己去问他们 好吗 陈哲 你也不要激动 我们呢 也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你别多想 时间不早了 你休息吧 我们走了 董事长再三关照不要报警 谁报的警 我报的警 因为我必须要保证 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地回国 至于泰国警方这边 我会留下来处理后续的事情 走了 我会问我 不 危朴 由你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